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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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地跟你生气 所以如果你老是接触你的过敏源 那你的症状可能一直来讲的话 就都会有 所以应该要远离过敏源 有些人是通过戴口罩 通过适当的清洗等等 来尽量地怎么样远离过敏源 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如果从治疗上虽然比较复杂 但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想给年轻的网友们解决一些 比较实际的问题 第一先用一些小招 这些小招可以先帮大家临时过渡一下 但是治病治本 咱们网友还要再去找医生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些 比较合适的一些茶饮的小方子 它既可以来去熏蒸 同时还可以来去喝一些茶饮 相对地来去缓解一些症状 我们也可以同时带给网友 好不好 好的 太好了 好 我们李老师面前已经摆上了 我不知道这些这个都是 我看到了是菊花 对吧 大家看来对于我面前这个菊花不陌生 是的 菊花 那这个东西大家能认识吗 可以看一下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花梅 你看它皱皱巴巴放到嘴里 能够给你酸倒一颗牙 这叫乌梅 实际上是生梅子经过特殊处理以后 那么在药店当中 我们买到的这种 就是没有蘸过糖去泡自和腌自的 那么在我们中医当中呢 乌梅可以酸肝化阴 所以当我说着酸的时候 诸位的嘴里就开始的 我刚才已经开始了 对 可以治一些人的口干呀 口渴呀等等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它有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叫收脸 收脸 收脸 就可是顾名思义 什么时候需要脸呀 你发现我鼻涕泡 鼻涕水 鼻涕摊太多了 我需要脸一脸 我需要改善一下 不那么难受 所以乌梅呢可以来去收脸 改善我们怎么样 流鼻涕特别多的时候 你刚说收脸 我以为是 我不是收脸 我说乌梅可以收脸 来 放进去一颗乌梅 好了 放进去一颗乌梅 再来看这个菊花 有什么作用 考考大家 菊花是 清热 对 清热菊花 去火 对啦 菊花可以清热 尤其是这个季节 小小姐朋友有些干活呀 对吧 说我上火呀 容易着急呀 咽喉肿痛啊 脾气急躁啊 睡眠不好啊 可以用一点的菊花 其实还有最后 我想给网友看到的是这个 有点干巴巴 不是很好看了 像一种什么树叶 这个我知道 我给大家可以提个信 这是桑叶 因为我小时候养那个 养那个残的时候 就是这个是干了的桑叶吧 是的 是的 干桑叶 你看这个桑叶干到了什么程度 你看我一碰它 对 是的 它就碎裂了 对吧 好 那我大概像这种干桑叶 因为特别地轻 像比较大的话 我可以给它放上五六片左右 都没问题 五六片 大家知道这个残宝吧 吃桑叶有个特点 那个桑叶比较嫩的时候 它能怎么样 就是有那个丝 对呀 接下来呢 这个旁边啊 就是一壶热水 然后在给大家冲泡茶的时候呢 我来考考大家 大家看啊 还冒着热气的 注意看 看看 冒着热气的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很容易一会儿啊 这个热蒸气就上来了 然后就这样熏 这样放在边上 好像有效果 鼻子特别堵的时候 用这个熏一下 但是你觉得熏的时候 那个热气如果一旦掌握不好 一下子到了眼睛的话 是不是烫了一下 对 那我给你变个模式啊 这是一个普通的杯子 这个杯子看起来一样吗 也是一个普通的杯子 我告诉大家 它已经不一样了 为什么不一样呢 注意看 我已经把它改造了 把底给搅开了 但是我没有完全搅开 大家注意看 它的玄机就在这儿 看 注意看 好了 我现在就现场给大家 马上来去变一个 我们在家里面 可以用纸杯来做的 什么呀 我们的物化 我把这个改造的杯子 和它盐丝盒放到放到一起 然后我把这个盖呢 打开 我现在的这个距离 已经足够高了 这个蒸气是往上走的 我干嘛呀 我把鼻子 把鼻子放进去 然后过一会儿干嘛呢 我走之前 我再把它盖上 再盖上 还保温 还保温 然后等到我发现 二十分钟之后 这个水温已经比较凉了 蒸气不够了 我再把这个杯子拿开 这样我可以近距离地 再来熏蒸 等到温度真的已经变成了 常温的时候 我再把它 喝进去 就可以了 如果真的遇见了 我们的网友 是有口香溃疡的时候呢 从简单的判别来讲的话呢 您一个有可能是实火的 一个有可能是虚火的 那么从自己的感受来讲 其实可以一目了然 比如说您翻开 它那个口香溃疡的 那个面儿来看一下 如果相对比较黄 然后周围那个红肿的地方 比较怎么样 颜色比较深 但有可能是实火这么多 如果相对那个溃疡的感觉 手掌发白 然后周围呢 也没有明显的红肿的表现 那么疼得也不太厉害 而且时间比较长 可能呢 好了一波呢 又来了 总是老百姓说 隐隐约约的 丝丝拉拉的那种的感觉的话 这种可能是虚火的表现 会比较明显 有的时候口香溃疡 感觉它是长在 那个舌尖那个地方 然后有的时候 感觉它是长得在舌侧 就是不一样 对 位置不一样 但是中医讲 都是心开窍于舌 一般口香溃疡的话 我们还是更多的考虑 是心火的问题 心火 对 心火 那怎么能降心火呢 好 有的时候口香溃疡 感觉它是长在 那个舌尖那个地方 然后有的时候 感觉它是长得在舌侧 就是不一样 对 位置不一样 这两者 但是中医讲 都是心开窍于舌 一般口香溃疡的话 我们还是更多的考虑 是心火的问题 心火 对 心火 那怎么能降心火呢 好 灯芯草 弹竹叶 灯芯草给大家展现一下 首先非常地轻盈 有点像那个粉条外形 其实它的感觉更像是 现在快递包装里的那个 泡沫 是有点像 吃起来也有点像泡沫 很软 对吗 对 所以它叫灯芯草 你看这里有一个芯草芯 一个草 一个芯 所以利用心心相应的原理 它来去心火 去心火 是的 然后再加上淡竹叶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杯子呢 我们可以呢 用我们的三个手指 拇指 食指加中指 三个手指捏一样 捏一样 每样捏一样 这样捏一样 这些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就够了 对 可以再多一点 可以再多一点 就捏一下就行了 我们中医是希望这个火呢 不用强行地 一定把它用凉水 或冰块浇灭它 如果有个好办法 能够这个什么呀 能够循循渐进 给它去疏导下去 这才是最高明的方法 所以灯芯草和蛋竹叶呢 可以通过沥尿 把心火转移到 我们的尿当中 然后你通过观察尿的颜色 逐渐地变得 比较清淡 清淡 清淡 这样的话呢 就证明 你这个火已经成功地 被转移掉了 就是尿叶比较黄的时候 有可能也是上火的征兆 是的 是的 好的 这是好东西 我经常有的时候 脸上突然冒几个痘 您知道吗 然后我就琢磨说 我那个二十几岁的时候 都不爱长痘 干嘛都三十好几来 开始长痘 所以那个 是不是长痘跟上火 是息息相关的 从中心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这个肺主皮毛 就是皮肤毛发 所以尤其是呢 女孩子最注意的 就是这个皮肤的问题 面子的问题 所以如果在脸上去出现一些痘的东西 或者是什么毛囊炎呀 截子呀等等这一类问题的话呢 中医中的大的方向是考虑有肺热 所以从清除肺热的角度 来去改善皮肤的美丽 清肺热 是的 就是不是多吃点梨就可以了 要光吃梨呀 那就是止止咳 可能从这个饮食的清肺热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们给大家可以多推荐几种这个食物 来凑在一起共同发挥它清肺热的这种的好处 太好了 要带好吃的了 看这几个有你们爱吃的吗 全是我爱吃的 是吗 马蹄 马蹄 甘蔗 这个是麦冬是吧 这是麦冬 不错嘛 苏老师真棒 我这从小吃牛黄解毒 这儿长大的人呢 看来火力不一般是吧 这个就是梨了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湖北非常有名的这个 蕾蕾 蕾蕾啊 蕾蕾啊 这个食物很有意思 在它这个相对来讲 只是水简单地焯一下 这样快速焯过之后 它还是相对比较偏寒凉一点 但是如果给它上锅蒸了 特别是我们非常有名的糯米藕 它就变成暖的了 它就是暖性的 对 所以胃寒的人 消化不好的人会吃一点这个什么呀 藕粉 用藕做一点粥 这个都是我们常吃到的养养味 但是如果现在看过来的话呢 这个盘上终于讲 这个肺喜欢白色的 所以白色的可以养肺 所以把它像这个笔记也好 甚至简单超过之后 就可以和其他的东西共同打汁 你看一二三四五 叫什么白色五只饮 白色五只饮 但是李老师我有个疑问 因为我从小吃甘蔗 只要啃几节我就开始 是的 口腔溃疡 是的 我一直觉得这个是上火的 对 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把它平和的都打在 比如说我们可以让梨啊 和这个其他的多一点 甘蔗来讲中医讲还是平性 有滋阴的效果的 这样 对 去肺活 相对来讲的话 白色的东西 那么有可能去肺活的效果 会更好一些 明白 那白萝卜是不是也挺好呀 可以呀 对 没问题呀 白萝卜打汁 其实也非常清肺热 非常好 而且白萝卜那个籽 还是我们一味中药 叫莱福籽 所以非常的清热 礼气 然后去痰 还可以除胀满 也非常好 男朋友永远会说 上火了多喝水 小夕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我暂时还没有一个男性 这样提醒我 但是上火了多喝水 是肯定的吧 如果这个水 确确实实是白开水的话 而且温度适宜 不是特别烫 也不是像这种冰水的话 那么我觉得是适合的 如果反之 让你喝果汁的 让你喝碳酸饮料的 让你去喝这个特别甜的 以至于温度特别高的 或者温度特别凉的 我觉得都不属于 能够去火的方法 越喝越上火 对 多喝水 但是水不能乱喝 那还有没有就是春天 特别适合喝的一些饮品 那咱们最后再给大家 推荐一个 其实我们年轻人 特别喜欢的 因为年轻人啊 很多的时候在办公室 咱们就喜欢那种什么呀 热水一泡 已经都泡开了整带茶饮的方法 所以给大家来推荐 气火的茶 一个就是这个盘子当中的 这个菊花 像这个菊花因为没有展开 它是胎菊 胎菊清火力量会更强一点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呀 桑叶 桑叶 这就是其实组成非常有名的 桑菊饮 再加上这个是什么呀 非常清凉的 有些人喝一些柠檬汁的时候 会放一两片 薄荷是吧 菜头猜出来了是薄荷 这个薄荷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清肝 清肝 所以像我们大名鼎鼎的一个药 叫做什么 逍遥丸 逍遥丸 对 就是说你老是在这里闷闷不乐呀 干火旺呀 生闷气呀 烦躁呀等等 我让你怎么样呀 肝气通胀之后 你就会觉得浑身的清爽 所以这个药的名字就叫逍遥丸 我们常常用逍遥丸 或加味逍遥丸 这里面其实也会用到的就是薄荷 来去树干礼器 所以我们碰见一些有干火旺的人 也会给他放一点薄荷 人家会说我嘴里没味儿啊 我说你心里有疙瘩 所以给你树树干 所以我们可以大概这两样呢 菊花和我们的桑叶棉各时刻 薄荷呢一定要放在我们的茶的上面 因为薄荷的芳香味呢比较重 如果大家用这个提前泡水的方法 芳香味散掉之后 药消就会减少 所以一般我们就是 茶叶快泡好的时候 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茶饮上面 就可以了 这样啊 好 现在有一种疗法叫做茶疗 所以用喝茶的方式来养生 您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 给大家这样的茶疗的建议 我先带来了一个比较简单的 现在有一种疗法叫做茶疗 所以用喝茶的方式来养生 您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 给大家这样的茶疗的建议 我先带来了一个比较简单的 可能很多人会在网上 或者在这个电视当中看到的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但实际上我有一个真正压箱底的 我会马上给大家讲出来 这个简单我相信其实胖吧 一点都不陌生 对吗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茶疗 叫蔬干桑花茶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的 首先呢就是玫瑰花有三克 茉莉花有两克 荷花花一克 荷花花听名字就好听 据说这个荷花花 我有一点印象 是可以安神助眠的一个花 对吧 所以我说这个不能压箱底 你看胖胖都知道 是 我都知道的是吧 不算啥我都知道的 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就是 先给大家一个常识 可以蔬干礼器 您知道为什么像北方人 北京人很喜欢喝茉莉花茶吗 就它那种淡淡的香味 可以沁脾 我们叫做 有一个词叫什么来着 沁人心脾 就是闻到芳香的东西 去唤醒你的脾 那么在春天当中 其实干火过旺 可能会欺负我们的脾 所以用这个有点芳香的东西 去唤醒皮 所以大家特别觉得 这个茶呀 稍微里边有那种花香味 这个茶就格外的好喝 那么前面说了花了 刚才其实胖胖说的非常对 荷花皮也好 荷花花也好 这都是我们中药中常用到的 花只是觉得 它这个泡茶相对更容易释放 更容易释放 它比较轻 然后盖上盖呢 一般的这个热水呢 很快就能把它泡开 那么有效的物质 就可以溶解在我们的茶当中 它可以安时入眠 如果睡眠不好 我们可以加一点 像一颗很少 我们可以五颗 比如说像有些人脾子比较大了 我们可以把前面两个 再准备加一点 变成颗五颗都可以 这个其实在《红楼梦》当中 这三种花都出现过 包括这个玫瑰露 茉莉露 是女孩子特别喜欢喝的 青春期的少女特别喜欢喝的 那个黛玉喜欢喝什么呀 喜欢喝荷欢花泡的酒 因为她是属于长期失眠人群 所以她男朋友都给她喝点 这个荷欢花泡的酒 这看来这个古人就已经知道了 看来古人都已经知道了 估计很多人都知道 我们得看看那压箱底的 压箱底的其实还是一道 很多人上年龄 管它叫野菜 但它也是一位中药 它的名字非常好 余星草 有人管的叫婆婆丁 我知道婆婆丁 不是很苦 蒲公英 蒲公英 那个知道呀 蒲公英跟可以泡水喝 蒲公英在中医当中 其实两个方向性 我觉得对大家来讲的话 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才压箱底 第一个顾入肝 也就是说正应景了 我们春天大家 总是说养肝养肝的 那么养肝当中 如果肝火忘了的话 容易出现口肝口苦 其实我们还有一种常见的 现在很多人都有的 在胃里面会引起来 胃部不适或者口苦 或者反酸 或者不适的 是什么的 优门罗杆菊 优门罗杆菊 那么实际上 现在很多的临床的医生 会发现在用药的同时 如果这些人 在同时来去加上 蒲公英的话 比如说就泡水喝的话 那么会很好的 去加强这个药物 杀菊的效果 所以发现 蒲公英治疗 胃热 沙米优门罗杆菊的 这种渐渐的辅助的效果 其实蒲公英 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这个李老师 我经常喝蒲公英茶 真的 但是我胃寒 我是不应该喝呀 所以蒲公英 其实对于有胃寒的人 我们建议您可以 合理地去搭配上 一些养胃的 可以给它做一个调和 搭配是吧 对呀 那比如说搭配一些什么 是这样的 如果您总是有些胃寒 或其他的 我们建议可以搭配一下 像陈皮一样 陈皮 对吧 陈皮可以健皮 可以去礼器 陈皮偏温性 可以去制约咱们的 蓬文的含良之性 对吗 加个枣子 加个枣 包括加一点像 如果泡水常说的话 像这个 我们说的像枸杞 也可以啊 这种平和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来 把它加入进去 我们其实经常说到 一到春夏季节 就开始露肉了 怎么可以让我们 变得更妖品呢 对 很关注啊 和叶有招 也有招 这个招呢 其实对大家来讲 应该也不会太陌生 大家看看啊 有没有自己平常熟悉的花小茶呀 荷叶 荷叶茶 我是前段时间去白杨店 买了好多荷叶茶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吃 其实荷叶是这样的 把它晾干之后呀 可以正常地把它 做成这样的小细条 像有些人就拿碱子 切成丝了 切成丝来去储存 喝的时候呢 抓起小部分 来去泡水喝 那么山楂呢 一方面我们知道 可以干什么呀 可以降血脂的效果 那么像我们说的陈皮 其实刚才我也说了 陈皮呢 有很好的健脾 礼器化痰 温补的 嗓子里痰 包括我们的脾胃 不爱去运动 它都可以来 调动脾胃的力量 来去化解我们肺部的痰 等等等等 特别我们强调一下绝明子 绝明子这个情况呢 放到这个茶当中呢 您一定要学会自己判别 什么叫自己判别呢 绝明子呢 有降血脂的功效 但是绝明子同时 还有润肠通便的效果 所以如果您本身 平常那个大便 就比较的不太成型 或者脾胃就比较怕凉的话呢 那我们建议您 绝明子可以少用 或者是不用 那就喝荷叶 山楂成皮 是的 但是同时它还有一个好处 我接下来告诉大家 它对眼睛非常好 它可以起到敏尿的效果 所以有些人 白领会说到 我正好天天要用眼 看见脑太累 同时平常懒得 又想减肥 又有点便秘 我就一击两得了 所以说 其实是适合的 就是最好的 看来我们经常 还是吃对了的 那也提醒我们 正在收看节目的 所有的朋友 别忘了打开手机淘宝 搜索12345 就有机会抽取 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 还可以搜索湖北卫视 进入湖北卫视淘宝成就 更多的好货 等你来抢 本节目由 肠道健康倡导者 香丹青独家冠名播出 聊了这么多 我觉得确实有点饿了 我们赶紧要进入 我们金龙鱼 一比一比一 健康厨房环节了 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菜 叫炒和菜 那我们今天这个和菜 准备的是什么 看看 胡萝卜丝 韭菜 一点粉丝和鸡蛋 还有一点绿豆芽 肉 那好 我现在就开始 先改改刀 这个有的时候啊 也不一定用得了那么多 够了就行了 我们这个豆芽是丝 胡萝卜是丝 那我们这个肉 也一定要切成肉丝 切好了以后啊 一定要腌一腌 我放一点料酒 放上一点点的盐 放上一点点的 咱们叫五香粉 一点点的 叫淀粉 我先把这个肉腌一腌 好 那我们下一步 就是炒鸡蛋了 如果是两个人 早上没吃鸡蛋 咱就一人一个 这个鸡蛋呢 我一直喜欢 炒的时候 愿意稍微放上一点点水 为什么呢 炒得嫩啊 放多了就不行了 好 我两个鸡蛋 大约放上了 有十毫升的水 然后呢 我再放上一点点的盐 好 那我们现在点火了 锅烧热了以后 一定要放油了 那我们今天选择的是 金龙鱼 一比一比一 金龙鱼是大品牌 我们用的也比较多 它不算是最贵的油 但是呢 也不算是最便宜的油 可是它给我们的调和的 还相对的均衡一点啊 特别脂肪酸的均衡 所以呢 我今天就选择了 金龙鱼 好 这个锅呀 一定不要太热 我是愿意凉一点 所谓的热锅凉油 其实呢 一定老人 不要让它冒烟 一旦冒烟 你动作一慢 一下火就上来了 一下上来 大于160度 这个蛋白质高的东西 一旦放进去 就会坏了 没关系 我这火小 没关系 等一会儿啊 这样就不着急了 好 我看看我能不能翻过来 翻过来了 还挺嫩 然后我把这一点 剩的这一点蛋液 倒在肉里头 一半了 那我们这个好了以后 好 好 我这腌好的这个肉 煸熟 肉好了 我就直接放在鸡蛋的碗里了 省得还点占个盘 这个时候还要放点油 这个时候非常关键 因为它决定了 好吃不好吃啊 所以放上一点油 然后呢 我们放上一点葱 姜 我们说了蒜 粉丝泡好以后 拌两刀别太长了 炒炒粉丝 葱姜 边边才香 一定要放上点酱油 这个时候 我愿意放胡萝卜 把它炒一炒 我把这个胡萝卜炒得 有点蔫了 我把鸡蛋和肉 全放进来 这多香啊 这已经熟了 我就把豆芽放进来 豆芽后放 让它一断生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 您可以调点味 调点盐 调点五香粉 这个时候啊 我就关火了 你就会说 你那个 韭菜还没放呢 对了 我们用这点 余热的温度 就可以足够 让韭菜变色 让它既好看 又好吃 而且呢 营养素破坏的 还是最少的 看看 我的这个菜 就做好了 这道菜 就做好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好 本节目由 肠道健康倡导者 香丹青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顶级合作伙伴 脂肪酸均衡的专利好油 金龙鱼1比1比1赞助播出 那也提醒我们正在收看节目的所有的朋友 别忘了打开手机淘宝 搜索12345 就有机会抽取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 还可以搜索湖北卫视 进入湖北卫视淘宝成就 更多的好货 等你来抢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明天再见了 再见 拜拜